觀念的東西 這個觀念 也不是說不好懂 當然相對是比較抽象一點 不過這個 但是這個觀念還蠻重要的 我們會先談一個叫做儲存類別 我們先談這個識別字 我們剛剛不是有談到 其實變數跟韓式 都是你自己去定義它的 變數的名稱跟韓式的名稱 都你自己定義的 那你既然自己定義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這個叫做識別字的東西 那什麼叫合法的識別字 那這個是在上次考試有考過 那我們先來看變數好了 那這個變數當然你給它一個識別字之後 它本身會有這個識別字的名稱 就像我們剛剛說這個X X就是它一個識別字的名稱 那這個識別字的名稱之外 它還要有它的形別 它可能是整數 它可能是實數 它可能是文字 那另外 所謂的大小 那大小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今天是給它int整數的話 那整數的記憶體大小 這個大小本身因為你是宣告它是不同的形別 所以它的大小就被固定了 那還有這個識別字裡面 或這個變數裡面所存的這個value 它的數值 所以這個四個是最基本的嘛對不對 所以你用一個識別字去代表變數的時候 變數本身的名稱 它的形別大小跟數值 在這裡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識別字還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還有除了這個剛剛說的名稱型別大小 跟它的數值之外 它還有其他的特性 它的其他特性其實應該 綜合來看就是一個叫做儲存類別的概念 所以這邊其實應該不用在後面 就是它還有一個叫儲存類別 儲存的類別是一種不同的class 這不同的儲存的類別呢 又會再去分 因為它是不同的儲存類別 所以儲存的類別會再去分成 底下會有分成它的所謂的占用期間 它的範圍還有它的連結 所以其實這四個雖然寫在一起 但其實重點就是說 識別字還有一個重點的 就是我們這個section的title 就是儲存類別 叫Storage Class 那不同的Storage Class 才會去分不同的占用期間 範圍還有連結 那什麼叫做儲存期間呢 什麼叫範圍什麼叫連結呢 當然這個就是重點 我們待會兒會看的東西 那另外針對這個所謂的Storage Class 它有不同的所謂的特別的指定詞 那這些指定詞裡面呢 課本這邊寫了四個 但其實我們可能待會兒會看到的 只有三個 一個就是Auto 一個叫Etern 一個叫Static 那其實最常用 可能會比較常用的 大概就是Etern跟Static 特別是Static這個東西 那這些東西就會影響到它的類別 儲存的類別 那因為它的類別不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說 會跟它的所謂的儲存的佔用期間 跟它的範圍跟連結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我們說的 儲存類別會有助於判斷它的期間 佔用的期間範圍跟連結 所以什麼叫 那Storage Class 分成這三個類型 就是它的 這是三個範圍 這三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叫Storage的佔用期間 是它的Duration 它的佔用期間 就代表這些變數啦 或者這些函數 它在記憶體 它所佔用的時間 佔用的時間 那佔用的時間就是說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區域變數 這種概念一樣 它的佔用期間 只有在這個函式存在的時候 它才會怎麼樣 它才會存在 所以它佔用的期間 就只有在韓式被呼叫到的使用 那個時間才會被用到 所以它的記憶體的使用時間是什麼 有些識別字只有存在一下子 然後隨著存在一下子 就是類似像 可能剛才我們說韓式 韓式裡面的區域變數 它在被呼叫的時候 它才會被使用 那韓式一旦被return回去的時候 它就不在了 所以它就存在一下子 就是這種概念 那重複的建立跟重複的清除 那就是像剛才那個road dice 你在丟骰子那個road dice的函數 它不斷的被建立 它又不斷的被清除 因為它不斷的被呼叫 然後又不斷的被return回去 然後又被呼叫 又return回去 所以它會不斷的重複跟清除 那這個就是它的這個佔用期間 那有的 有的 有的識別字 或有的變數 它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一直都存在的 那它一直被存在 那這種就是另外一種類型 所以它有可能是 因為這個牽涉到就是 剛剛說的記憶體的概念 它這個記憶體它如果是 這個變數如果是在韓式裡面 它的區域變數 它就有可能是存在一下子 或有可能是重複建立 跟重複的清除 但是有一種 它就會從頭到尾都存在 那從頭到尾都存在的 像剛才我們要談到的那個全域 global variable 全域的變數 它就是從頭到尾都存在 那當然還不止 不止 那個叫做儲存的佔用期 儲存的佔用期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佔用期就是它 記憶體所存在的時間 OK 這個期末考就考這些啊 written的部分 那範圍呢 那範圍呢 scope 那範圍是什麼 這個識別字 那我們剛剛說識別字 它其實就用在變數跟韓式 它的範圍就是說 它在程式能夠被參考的範圍 什麼叫在程式可以被參考的範圍 就是說 就像還是一樣啊 就是類似區域變數 在韓式裡面這個區域變數 它只有在這個韓式的範圍裡面 它才可以被參考 在主程式裡面呢 在主程式裡面 如果你的韓式的 你在韓式裡面定義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 既然如果是區域變數 那它在主程式裡面 它就不會被看到 它就不會被參考到 所以就是代表它的範圍 所以有些識別字 它只能在程式的某一個部分 被所謂的調用 就調用的意思就是被使用了 那剛剛說的簡單的例子就是什麼 就是區域變數 區域變數就只有在什麼 某一個程式的部分 就是韓式 在韓式的那個地方 它才會被使用到 那這個就是它的範圍 那有些識別字 是整個程式都可以使用到 那像Global 權域變數 權域變數 它就在所有的程式裡面 不管是在主程式也好 或韓式裡面 它都可以被用得到 那這個叫做什麼 權域變數 那這個就是它的範圍 就是所謂的範圍就代表 它在這個程式裡面的某個區塊 哪邊可以被用到 那個就代表這個變數 或是這些識別字的 它的scope 它的範圍 那剛才這是什麼 剛才是它的記憶體 是它的記憶體 使用的期間 一個是代表它程式 可以被使用的範圍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應該 還好啦 沒有那麼複雜 那最後一個 我們比較不常用的 叫連結 連結 那連結是什麼 連結是說 如果當你的程式有 不是只有一個檔案 我們現在當然寫的程式 都只有一個檔案 對不對 但是 當你的程式如果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可能搞不好需要 兩三個檔案 那在這兩三個檔案中間 你的某些變數 是可以在其他檔案中 被使用到的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看它的連結是什麼 它的連結 它如果是 會透過一個像是外部 外部的連結 那這樣的話 我在程式編譯的時候 把這幾個 這幾個什麼什麼點C的 這個程式檔 當我去把它做編譯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透過這個連結 去讓它知道 我程式 第一個程式1 它可能會用到第二個程式裡面的 某一個變數 那這種就是連結的概念 這代表 跨檔案的一個 一個變數的 這些識別字的連結 那這個就當然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像剛才 是在同一個檔案裡面的 某一個程式的區塊 被使用到 就等於它的規模是不一樣 這個規模比較大 這規模是在檔案 跨檔案之間來使用 那這個範圍呢 是指同一個檔案裡面的 某一個區塊被使用 那 Duration就是代表它 記憶體被使用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Storage Class 就是我們說的儲存類別 它可以去 不同的Storage Class 它會有不同的這種 佔用期 它的範圍 還有它的連結 OK 這個好像在講 在講一些定義而已啦 講一些定義是比較boring的 但是 這個概念在寫程式裡面 就會 會有需要使用到 把它背起來 好 先看第一個叫做區域變數 這個區域變數 所以我們剛才一直在講 對不對 那區域變數當然 它是在函式裡面宣告的 所以包括它的參數 或者是函式本體裡面 去宣告的變數 這些都叫區域變數 那區域變數又有一個名稱 區域變數有一個名稱 叫做自動儲存佔用期 它會自動去儲存 就是說 我的 我的這個函式裡面 去宣告這個變數的時候 雖然它只有在這個函式看得到 但是當這個函式被啟用的時候 當這個函式被啟用的時候 因為它去宣告這個變數 所以這個變數就會自動 自動去儲存在記憶體 就自動把它呼叫進來到記憶體 就是我這個函式當然被啟用 我這個函式被啟用 我當然函式裡面所定義的變數 就要被用到嘛 既然它被用到 它就自動會把它用 把它儲存到記憶體裡面去 所以它有一種名稱 又叫做自動儲存 或叫自動儲存佔用期 它會因為你這個函式被啟動了 所以它就會自動啟動這個變數 然後呢 會把它存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它的佔用期 是自動被儲存的 它的佔用期 我們剛剛不是說佔用期 是一個記憶體的duration嗎 那你的函式被啟動的時候 你的區域變數 那什麼叫區域變數 我剛剛再講過一遍 區域變數就是函式 函式裡面的參數 或者是本體所定義中的變數 這個叫區域變數 這些變數 當你的函式被啟動的時候 它就自動也被啟動 所以它自動被啟動了 所以它是一個 但是這個變數都 或參數只有在這個函式 才看得到啊 但是它因為被啟動了 所以它會自動會去佔用 這些記憶體的空間 所以我們通常有一個名詞 就是它其實是一種叫 這種變數的宣告 通常是一種所謂的叫 自動儲存變數 自動儲存 而且它會自動儲存它的在用期間 那另外 本來有一個關鍵字叫做Auto 剛才我們有看到一個Auto 這個Auto本來是應該搭配這個 所謂的自動儲存的這個變數 去宣告它 那但是因為 現在都是內定的啦 現在就是說 在區域變數都是把它設定為 是它 反正它就是自動儲存 所以這個keywordAuto 通常就不用了啦 懂不懂 所以Auto本來是要來宣告 這個區域變數是一個自動儲存的變數 它就是反正函數被啟動 它就自動被呼叫起來 它就自動被叫出來 但是現在因為Auto 因為這個區域變數 它已經內建就是自動儲存變數 所以這個keywordAuto就不用了 所以等於講廢話一樣 Auto不用 Auto這個keyword不用 但是這個區域變數本身 就是一個具有所謂的自動儲存 再用期的一個變數 有沒有聽懂 還是有聽沒有懂 聽不懂 要怎麼說呢 區域變數這個概念 到底現在有沒有清楚了 區域變數 區域變數它這邊定義的啊 區域變數是什麼 它的參數列 跟韓式的本體都沒有變數 這個叫區域變數啊 所以我們剛才看的幾個例子 再回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road dice road dice裡面它沒有參數 沒有參數 但是它有沒有宣告 Dial One Dial Two 還有Walk Song 有沒有 這個就叫什麼 區域變數啊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你們要看例子 比較容易懂是吧 所以你們要看圖說故事 才比較懂是吧 所以用講的都聽不懂 聽不懂人話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就不是人了 這個邏輯推理有沒有 對 這個邏輯推理好像在講過來罵你們 好啦 沒有啦 反正這個就是代表在 那這個韓式有沒有 這個韓式我在 主程式裡面呼叫它的時候 我去呼叫它的時候 它就會去啟動這個什麼 它就會自動去把 它的區域變數把它啟動起來了嘛 它就要在記憶體裡面去 配置它的空間 然後讓它去做計算嘛 所以它就叫自動變數啊 自動儲存的佔用期啊 它會自動去儲存它的佔用期 這個自動儲存的佔用期 就是它在這個韓式 在run的過程中 它是自動會儲存 會自動儲存在記憶體裡面 或者說自動在記憶體裡面 去安排一個位置 讓它來做儲存 所以它的Auto的意思是這樣 這樣懂嗎 Auto的變數就是說 這個變數是在韓式裡面去宣告的 所以當韓式被啟動的時候 它就自動會幫它 配置一個記憶體空間來使用 所以這叫做自動變數 主動的啦 這樣知道齁 那這個東西又把它叫做 也叫區域變數也叫自動變數的概念 那再回到這邊來 所以Auto這個字我們就不用了 因為C本身它就內建它 如果是區域變數 它就是一個自動儲存的佔用期 所以它Auto就不用了啦 具有自動儲存佔用期的變數 我們把它叫自動變數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 那個Local變數 就是區域變數 也就是一種自動變數啦 就是當城市進入它的宣告的區塊的時候 它就自動產生這個記憶體 那離開這個區塊的時候 就自動消除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RAWDICE 裡面的DIE1 DIE2 還有什麼WALKSUN 那個就是一個什麼 當你的城市呼叫到這個韓式的時候 它就自動會去產生這個 這個記憶體 然後呢 離開的時候就自動消除 所以它是一個自動的 自動的一個變數 所以自動變數就是類似像這種 韓式裡面的參數列 或者是韓式的宣告的變數 那接下來再看 有一種叫做靜態的 靜態的名詞的意思就是說 它基本上可以利用Extern 跟Static 它可以把我們的變數或者韓式 把它變成是一個叫靜態儲存的佔用期 所以剛才有一個自動的儲存佔用期 那現在有一個靜態的 那靜態的是什麼 靜態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從頭到尾都存在 從頭到尾都存在 它不會因為你的城市結束 因為你的韓式 假設你的韓式裡面 某一個東西 就是你的韓式如果結束 在你的韓式裡面 如果宣告某一個變數 是靜態的話 那這個東西 不會因為你的韓式結束 它的記憶體就不見了 它等於幫你keep住它 懂不懂 所以這個是一種叫靜態的 所以叫Static 或叫Etern Etern當然是搭配外部 之後要談的那種外部變數的概念 但它其實都是 所謂的 但是Etern 就是跟Static的概念一樣 它都是靜態的 那這個靜態的呢 就會在 開始到結束 都會一直存在的東西 它不會像 區域變數是 只有在韓式存在的時候 它才跟著存在 韓式結束它就結束 它記憶體就被抹出 它是會從頭到尾都存在 這種就叫做靜態的 靜態儲存的變數 那它搭配的keyword就是 Etern跟Static 那靜態的變數 只要層次一開始執行 它就會幫它配置好一個 記憶體位置 而且它會把它做好一個initialize 那通常這個initialize 如果是數字的話 通常就把它設成是0 before它就是0 所以它對靜態變數 它一定會一開始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做好 記憶體的位置 不像是韓式的那個區域變數 是你層次呼叫到它 它才會去幫你配置記憶體 如果你把它宣告成 Etern或Static的變數 它就會一開始就有了 一開始就有這個東西了 一開始就把它做好記憶體配置 跟把它初始化的動作了 那我們在區域變數裡面 其實也可以把它宣告成Static 那這個就有點奇怪了 不是叫衝突了嗎 對不對 那其實它是可以允許這樣做 那這樣做有沒有意義 其實dependent on你的韓式 就看你的城市有沒有這個需求 你的城市如果有需求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區域變數 還是可以把它宣告成一個靜態的 那這樣就很奇妙了 我們剛說區域變數的特性是什麼 韓式存在的時候它才存在對不對 那韓式不見就不見了 但是如果你在區域 在韓式裡面去宣告一個區域變數 是Static 那這有趣的意思就是 當你的韓式結束的時候 這個變數還會存在那裡 對不對 這就符合我們Static的概念 對不對 雖然它是在 雖然這個變數是在韓式裡面宣告 所以它看起來是區域變數 但是如果你又把它加 又把它宣告成它是一個Static 那這樣的一個Static的區域變數 即便在韓式結束了 不見了 但是這個變數還是會存在記憶體裡面 那下一次如果你在呼叫這個韓式的時候 你下次再呼叫這個韓式的時候 它還是有這個變數吧 這個變數就會從它所在記憶體保存的那個位置 再去讀它的資料鏡 它等於就是不會不見就對了 而且它資料就一直存在那邊 OK 所以Static有這種一個特性 那這種東西 這種變數 這種變數跟這種變數概念就是說 如果我在韓式裡面 就是說我在裡面去宣告 它是在把區域變數宣告成Static 這種變數 我們先看變數 這種變數其實 雖然一開始就存在 但是不代表這些變數或這些識別字 在各個角落都可以使用 就是說 這個就像剛才有說過 如果你在你的韓式裡面 宣告一個區域變數Static 那這個韓式結束了對不對 這個韓式結束了 這個區域變數 因為你宣告成Static 靜態的 所以它還是存在的喔 它是存在記憶體 但是我的主層式裡面呢 是看不到它的 懂不懂 我主層式看不到它 所以我的主層式裡面 不能夠去使用它 所以它真正所謂 不代表這些識別字 可以在各個城市的角落都被使用 它雖然只是在 這個牽涉到 就是我們待會兒要談的下一個主題 就是它的範圍 它的scope 它的範圍 它雖然是 因為它只是宣告在韓式裡面嘛 雖然韓式結束了 它因為是Static 所以它的記憶體位置在 但是它只是宣告在韓式裡面 所以我在主層式裡面 韓式結束了 我回到主層式 我的主層式裡面 是看不到這個靜態的變數 所以它雖然是存在記憶體 但是我的主層式是看不到的 懂不懂 所以它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那這個會搭配的 就是一些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是一個scope的問題 就是範疇的問題 範疇的問題 那有哪幾種識別字 是屬於所謂的靜態儲存的佔用期呢 一個就是所謂的外部的 就是我們說 如果你把它宣告成是Extern Extern的變數 那它就是一個外部識別字 那包括什麼 包括權域變數 權域變數跟韓式的名稱 權域變數就是 我們到目前為止 可能都還沒有接觸到權域變數這個例子 這樣的一個程式例子 所謂的權域變數就是 我把變數的名稱寫在 主層次跟韓式的外面 就是在Include或Define 跟你的主層次中間 就是你在宣告那個韓式原型 有沒有 Portotype 當你在宣告這個韓式原型的那個地方 你再去宣告一個變數的話 那個變數它就自動把它視為 叫權域的變數 因為它不屬於任何的韓式 它是在外面被宣告的一個變數 那這樣的變數就是一個叫權域變數 那這個權域變數就可以在 主層次裡面跟韓式裡面都可以被看得到 那這種 而且它會一開始 層次一run的話 如果是權域變數它一開始run的話 它就是會存在我的記憶體 所以它是一種叫靜態儲存在用器 所以靜態儲存在用器 它的記憶體會從頭到尾都存在 那個空間永遠都保留給它 就對了啦 不像區域變數是這個時候存在 不見了這塊空間 記憶體就抹除 下次你再呼叫它 它又再去找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去做任何的運算 那當韓式結束了 它一樣又把它抹除掉 那那個就是區域變數的概念 那static 靜態的就是從頭到尾 這空間永遠都保存給它就對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很簡單的概念啦 沒有那麼複雜嘛 那我們有屬於這種靜態的就是 你可以用 可以把它宣告成權域變數 宣告成權域變數 它就是一個叫靜態的 那另外韓式名稱本身 它也是一個靜態的 因為韓式的prototype 不是我們一開始就宣告它嗎 就是在寫組成式之前 就宣告它的韓數的prototype 所以韓式的名稱 其實某種程度 它也是一個靜態儲存 就是它的名稱是靜態儲存 就一開始它就存在在那邊 但是它要用它的記憶體的時候 是只有在呼叫它的時候 才會使用到它 所以它是一個韓式的 這個權域變數跟韓式的名稱而已 只有名稱啦 不是指那個韓式的內容 是韓式的名稱 因為名稱它也要佔記憶體 所以權域變數跟韓式的名稱 都是屬於外部的識別字 所以它是屬於靜態的 就是一開始程式執行 它就會放在那邊 那另外你用特別用static 去宣告的區域變數 它也是屬於靜態的 所以我們剛才談的 韓式裡面你去宣告它是一個static 那它這就是一個靜態的 靜態的區域變數 好 那什麼叫權域變數呢 我們這邊剛才其實已經講過 就是把它宣告在任何韓式的定義外面 就叫做權域變數 待會我們會看一個例子 我們會看一個例子 就是權域變數 那另外權域變數也好 或韓式也好 它在同一個檔案中 可以被任何的韓式參考 就是說因為它是屬於靜態的 而且它是屬於外部的 屬於外部的 外部的識別式 所以權域變數跟韓式的名稱 它在程式裡面都可以被參考到 被參考到 那可以被參考到就像我們的 我們的主程式裡面 一開始如果宣告一個韓式的 韓式的prototype 一個韓式的原型 那我在韓式 我在主程式裡面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看到它 這個韓式的名稱了 我可以直接去呼叫它嘛 就像剛才的rodice 剛才的rodice 不是在主程式外面宣告嗎 宣告韓式的原型嗎 那這樣我在主程式裡面 我就可以直接去呼叫rodice 這個韓式 所以這個rodice 這種韓式的名稱 跟權域的變數 都是屬於一種外部的 所以它在程式的任何的部分 都可以直接被參考到 可以直接被參考到 這個叫做 那這種就叫static的東西 而且它一開始就會存在 所以分成兩類 可存在 然後一下就被消掉的 那個就是auto 那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static 所以不外乎就是auto跟static 那什麼是auto 什麼static 剛才就講過這些東西 好 那剛才那個是指記憶體的部分 變數的記憶體 或者是韓式名稱的記憶體 那現在在談到的就是範疇 它的範圍 識別字的範圍 那就是說我的哪一部分的程式 可以去參考到這個變數 就像剛才其實我們也談過 區域變數 它就是只有在韓式的內部 才可以被參考到 那如果你是權域的變數 那你就是可以在程式的 所有的部分都被參考到 那可以被參考到的部分 就屬於我們所謂的 就是範圍的這些規則 所以區域變數 它是只能在這個程式的區塊 或是所謂的潮狀區 反正就是一個範圍裡面 它被使用到 那識別字有四種範圍 就是說這個識別字的範圍 一個是韓式的範圍 韓式的範圍就是韓式裡面 可以被看得到 還有一個檔案的範圍 那這個檔案的範圍就代表 它可以是在一個檔案被看到 還是可以被兩個檔案 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檔案的範圍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區塊的範圍 這個區塊的範圍呢 現在比較少用 因為這種區塊的範圍 通常會搭配GoTo 那我們之前有說過GoTo 其實C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comment叫GoTo GoTo就是可以移動到某一個區塊 它可以透過區塊的方式去定義它 然後可以利用GoTo去連接到它 那這個東西因為會破壞 我們所謂的叫做結構化的程式設計 所以我們這個區塊範圍其實現在比較少用 那另外當然韓式圓形範圍 這個是本身你在宣告它的Prototype 圓形的範圍 所以它有四種範圍 可以在它的識別字會被參考 那第一個韓式範圍 韓式範圍本身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在韓式所定義的那個地方 本身就是一個範圍 就是一個範圍 那另外還有一種這個標籤這個比較特別 標籤這個它其實就是說 就像它這邊寫的說 如果一個識別字加一個冒號 一個識別字加一個冒號 這個其實也是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具有韓式範圍的識別字 它是把它變成 它就是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個switch case裡面 這個case裡面它其實就有一個區塊 那個區塊到break那邊 它其實是可以去做 把它視為是一個小韓式 視為是一個小韓式 在這個小區塊裡面它可以去做 它該做的事情 包括其實在這個小區塊裡面 你也可以去define一個新的變數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常用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的switch case 那case 符合這個case裡面 它不就是做一些動作嗎 但是在這個case的冒號 然後這裡面它其實代表的是 某一種標籤 那在這個標籤裡面 它其實就是類似一個小韓式 所以在這個小韓式裡面 你是可以去定義它的一個變數 你甚至可以同性去定義一個 新的變數啦 然後在這個範圍裡面 當然它就只有在這個範圍裡面 可以被使用到 那跳離開這個範圍它就不會被用到 所以這個是一種比較特別的 標籤也是一種 某種具有程式範圍的識別字 不過這個標籤比較特別 我們也不常用 除了switch這個東西 那我們通常也很少 在switch的這個case裡面 去重新去定義一個新的變數嘛 我們在switch裡面大概都是只有去 這個case這樣冒號大概都是只有去判斷 去做一些判斷完之後 然後去做一些動作 那通常沒有再去特別去設一個新的變數啦 那所以這邊大概其實也不常用啦 那另外檔案的範圍就是在 就是說如果 就是說如果它 檔案的範圍就是說整個檔案 它都看得到啦 檔案的都看得到就是說 它在這個 就單一檔案的話 單一檔案它裡面可能有 主層式有副層式 不是副層 有主層式還有很多其他的函式 那如果你是具有所謂的檔案範圍的識別字的話 那它就是從頭到尾 主層式也好 函式一 函式二 函式三 這些不同的函式 它其實都可以讀得到這些東西 那它就是可以在所謂的filescope 在檔案的範圍裡面 它都可以被看得到 那這種東西就跟剛才的那個記憶體有點像 有沒有 剛才的那個痊癒變數 痊癒變數就是在檔案範圍裡面 在同一個檔案範圍裡面 它都可以被看得到 那都可以被使用到 那這個就是檔案範圍的這種識別字 那所以剛剛說的痊癒變數啦 函式的定義這些東西 都是屬於檔案範圍裡面 都可以直接看得到 而不是只有在 像剛才說的函式 那函式的範圍 是只有在函式裡面才看得到 當然了函式範圍它沒有特別寫 它只有用標籤啦 但是這個標籤只是一個特例 這個標籤是 我再強調是特例而已 是屬於函式的範圍 但是它是一個特例 那我們真正在談函式範圍就是 真正在函式裡面 才可以看得到的那些東西 那個就是函式範圍內 可以被使用到的這些變數 那檔案範圍就是整個檔案裡面 單一檔案範圍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包括痊癒變數跟函式啦 那剛才的函式範圍 其實就是區域變數的概念 另外還有一種叫區塊範圍 區塊範圍這個很特別 這個其實就是搭配這個 就是說我不曉得你們之前有沒有看過 我之前還是有印象中 你們有同學好像在寫實習課的時候 有特別用 好像有用過這個東西 可能是也許之前有學過C吧 就是說我的主程式不是已經有一個 左邊的大瓜湖 然後在一個右邊的大瓜湖 去把它變成一個區塊 函式也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但我在主程式裡面也好 或者函式裡面也好 我其實是可以 可以再去 再去瓜湖一個 左邊的大瓜湖 跟右邊的大瓜湖 他可以把 利用兩個大瓜湖去把它變成什麼 去把它變成一個 在主程式裡面 獨立出來一個區塊出來 那在這個區塊裡面呢 它也一樣可以去宣告它的變數 有沒有 你們之前有沒有同學自己在寫 寫實習課的時候 有這樣寫過這種東西的 我怎麼好像印象看到有人寫過 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區塊的範圍啦 那這種區塊的範圍 它本身也可以宣告變數 那這種東西就是 比較特別啦 我們大概也很少用得到 就是大瓜湖 這個待會我馬上也會看得到 有一個例子 它裡面就是大瓜湖裡面 就是我的主程式的這個區塊裡面 它再去用大瓜湖再去框一個區塊出來 那這就屬於區塊範圍 那區塊範圍當然它只能在區塊範圍裡面的東西 被讀得到 就是它的範圍啦 它的範圍 那韓式圓圍的範圍當然就是在它裡面所定義的這些參數的識別字 只有在這些東西 它的識別字只有在這個圓圍的範圍裡面可以被讀得到 所以 而且它這邊其實它這邊有搭配提到說 你的韓式圓形的參數列 它其實不需要名稱 它只需要形別 這剛才我們有稍微簡單提到 你只要宣告它的形態 就是說你的函數的這個prototype圓形 它的圓形只需要什麼 它的韓式圓形只需要宣告這個參數的形態就好了 它可以不用把參數的名稱寫進去 那參數名稱不寫進去 那你其實就不需要參考它的韓式圓形範圍 反正韓式圓形範圍裡面 它只要把它的形態宣告出來就好了 它不需要把它的名稱 不需要把它的識別字寫出來 那根本這個就沒有用了 所以這個也只是一個參考 那所以反正這個範圍剛剛談到幾個 就是說有一個是在韓式的範圍裡面 可以被引用到的 那這個大概就是區域變數 區域變數只有在韓式範圍可以被引用到 那除了剛才我們說過 那個標籤 那個標籤是一個比較特例的東西 它那個標籤是類似一個小韓式的範圍 那檔案的範圍就是權域變數 權域變數可以被看得到 整個檔案都看得到 那區塊的範圍就是剛剛說過 大瓜湖 利用大瓜湖再去框一個區塊出來 那那個區塊的範圍裡面 它就有在那個範圍可以被看得到 那韓式圓形的範圍就是在你 定義這個韓式圓形的那些引數參數 那些才是在那邊可以被看得到 所以識別字的這個它的可以被引用的範圍 大概就是四種 但是重點就是在韓式跟檔案 韓式跟檔案這兩個比較重要 因為這兩個東西就搭配剛才的什麼 區域變數跟剛才的類似 權域變數的概念 權域變數的概念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我們會用四個韓式 三個韓式 你看它這邊有三個韓式 這三個韓式呢 都是void 它的引數也是void 所以什麼都沒有嘛 對不對 但是它這只是在demo 所以它第一個韓式叫 UseLocal 就是使用區域變數的 另外一個叫 UseStaticLocal 這剛才我們提到 就是區域變數裡面 又把它宣告Static 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一個UseGlobal 有使用權域變數的 然後你看到這邊有沒有 INTS等於1 這個是定義在哪裡 定義在主層次上面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INTS等於 這定義在主層次上面 跟include的中間 所以這個X是什麼 這個就是權域變數喔 好 所以待會會有很多X 但是這個X是權域變數 待會有X是區域變數 它也叫X 那麼都S 但是它的形態不一樣 而且它宣告的不一樣 所以它其實是 就像我們說 這個address這邊叫S 另外一個address也叫S 是可以的啊 所以它不會有那種重複的感覺 因為它有的是Static 有的是Global 好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就知道 所以你要先記得 我一開始宣告它的Global variable 是S等於1喔 是S等於1 那我們再接下來看它的主層次 那這個主層次裡面呢 它又去宣告一個X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X是什麼 這個就是local 是主層次裡面的local variable 它也叫X 那這兩個X是不一樣的X 一個是Global的 所以它的記憶體可能在另外一個位置 那這個local的X呢 就是在另外一個位置 而且是在主層次存在它才存在 那接下來它就是把這個 這邊就是print localX 是in outer scope of man 那你看它這邊接下來又用兩個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這個就是一個block 這個我們很少用啦 那這個其實 有沒有可以用的地方 我其實也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這個反正就是一個形態 我在主層次裡面可以再去刮虎 用大刮虎 左邊的大刮虎 右邊的大刮虎 這個區塊出來啊 是可以的啊 那這邊就變成是一個獨立的區塊 就是在主層次裡面 又是一個獨立的區塊 所以我在這個層次的區塊裡面 我又去宣告一個S 又去宣告一個S等於7 那這邊又一個S等於5 那這個是當然它都是 under這個may的主層次裡面 但是它這個是等於是 主層次裡面又一個小的區塊 等於是一個小單元 那這個小單元裡面呢 你宣告一個S等於7 你去把它印出來的結果 當然它就是7啊 它就是在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S等於7 只有在這個區塊裡面 才可以被使用得到 懂不懂 所以這邊的區塊 這就是一個block 這個block裡面的S等於7 是只有在這個區塊 才可以被使用 但是除了這個區塊呢 除了這個區塊 S變多少 S變5啊 因為它是在主層次裡面嘛 所以它這邊先print localS in outer 就是還沒有進入這個 這個scope 在這個區塊裡面 它是多少 它可能會印出是5 然後在這個區塊裡面呢 它就印出來它是7 然後在這個結束之後 又print localS 在 outer scope of man 是多少 這邊又回到多少 回到5啊 就這樣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區塊等於是說 它是屬於類似 類似一個小房間啊 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它去執行的這個東西 那執行的東西 結果離開之後 它又回到主層次了 所以這邊的S等於7 它只有短暫存在在那個區 那個時間點而已 那接下來它就呼叫了 1 2 3 4 5 6 呼叫6個 怎麼拿6個呢 就把剛才的use local use static local 跟use global 各呼叫兩次 第一次呼叫完 然後再呼叫一次 然後我們來看 這些S的變化是多少 然後再跟你 都呼叫完了之後 再去print local的 在主層次的S有沒有變 讓你看看它 它在記憶體之間的 那個變化的情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三個韓式 三個韓式裡面 好 use local use local裡面 它裡面又去宣告一個S等於25 所以這個S25 是在這個韓式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區域變數 而且這個區域變數 是auto的 就是它會自動占用 自動占用 自動什麼時候 呼叫到use local 它才會去自動產生這個 然後自動占用 在這個韓式裡面 好 所以int use local 它的int是S等於25 25然後去把它print出來 然後再把它加加 再把它print出來 然後就結束了 好 這是use local 然後我們再來看 use static local 那use static local 它是宣告int s等於50 但是它前面又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static 所以這等於是在韓式裡面去宣告一個區域變數 是靜態的 那這個x就會什麼 這個x等於50 就會一直存在記憶體裡面 就會一直存在記憶體裡面 然後接下來它再去把它的這個s 先把它印出來 然後再把它加加 然後再去印第二次加加的結果 這叫use static 那這時候如果呼叫這個use static local兩次會怎麼樣 待會我們就會看出它的結果 然後最後是一個use global 那use global 它這邊也沒有任何參數 它直接就printf 然後呢 它直接就用x 所以它這個x是哪裡來的 因為你的use global這個韓式裡面 有沒有任何的區域變數 沒有啊 但是它這邊還有x啊 所以它x是哪裡來的 就全域變數來的 所以它就把全域變數去把它撐一死 然後去把它輸出兩次 類似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我在我的主程式裡面去呼叫 先呼叫local 再呼叫static local 再呼叫global 完了之後再去呼叫local 呼叫static local 再呼叫global 這樣情況會變怎麼樣 請猜猜看 搞不好我們就考一題類似這樣 那考你們的觀念啊 考觀念就是這樣考啊 好 先看看答案比較快 好 先看第一個區塊的答案 第一個區塊的答案 它會先跟你說 在主程式裡面 在主程式裡面 在外圈 外圈就是那個區塊的外圈 它的x是等於5嘛 對不對 我們一開始宣告5 然後innerscope innerscope就是在那個區塊裡面 它宣告x是7嘛 所以它就是7嘛 然後離開那個區塊呢 outrascope我們又回到5啊 所以575 575就是搭配這個啊 一開始宣告它是5 然後在這個區塊裡面是7 所以又印出7 然後就回來之後又變成5啊 有沒有那575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比較有趣的是 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local 第一個是不是呼叫local嗎 local它是int是不是25 這個區域變數嘛 所以區域變數是25 所以在entering uselocal這個韓式的時候 它的x是25 然後離開之前呢 它把它加加嘛 所以加加變多少 26啊 所以離開了對不對 好 離開就沒有啦 然後接下來它第二個呼叫什麼 steadylocal對不對 有沒有印象 第二個呼叫steadylocal 那steadylocal是多少 steadylocal是50啊 所以它是static喔 它是靜態的喔 所以它一開始就被宣告是50 所以我應該會先印出50 然後加加就變多少 加加就變51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程式結束了對不對 這個程式結束了 但是這個程式結束了 這個s還存不存在 還存在 而且它s值多少 是51喔 所以我第二次再呼叫它呢 它就會是變51喔 好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接下來呼叫global 那global一開始是1嘛 對不對 那1 1是剛才這邊嘛 先print它進去的時候 是1 是global variable1 然後接下來把它稱以10 所以離開的時候是10 對不對 好 所以它變成1跟10 這是global 那global也是一個什麼 檔案範圍都存在的 所以1跟10 一開始是1 然後後來變10 所以這個10還是存在的 雖然你已經離開了這個什麼 useglobal的這個函式 但是它是一個痊癒變數 所以它永遠存在在那裡 所以它這時候是10 好 那我們第二次再呼叫 第二次再呼叫的時候 我們又呼叫local 那呼叫local 因為local裡面它有一個區域變數 所以它還是從25開始 所以你第二次呼叫uselocal 它還是從25 所以跟剛才有沒有一樣 跟剛才這裡有沒有一樣 所以25 26沒變嘛 對不對 那個就是local的概念嘛 那如果我接下來再呼叫static呢 雖然它這邊有給它宣告 但是我們說過靜態變數 它只有初始 它就一開始宣告它是50 之後呢它就會跟 它就會持續update它 所以你去呼叫這個的時候 它雖然這邊好像看起來 有一個初始化動作 但這個等於是沒有用 它會直接從它的static的這個s 去讀起來 所以它在印出來的結果時候呢 就會從多少 剛才不是50 51嗎 接下來就變多少 進來的時候就51了 然後離開的時候呢 加1嘛 變52 這個就是static local local的概念 靜態的區域變數 讓你知道喔 那再接下來global呢 那global也是一樣 global剛才你已經到10了對不對 所以你進來的時候就10 離開的時候呢 把10再乘以10啊 10再乘以10就變多少 100 好結束了 然後我再回到主程式 主程式的local local的變數多少 還是5啊 因為 因為你這邊呼叫完之後 你還去print一個local的x 那在主程式的local的x 就還是維持是5 因為這個是在 這個主程式的local存在的x 所以它的local的變數 因為我其實都是在主程式run嘛 那主程式run 雖然它中間去呼叫不同的韓式 這些韓式也各有不同的變化 但是我這個x是自動變數啊 它自動存在什麼時候 這個x會自動存在 在我的主程式都一直在run的過程 它都永遠存在是5啊 所以我最後在int的時候呢 不管你這邊去呼叫什麼 local啊 static local 這些都是不同的x 這些不同的x 跟我的區域變數的x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最後還是印出的是這個x是5啊 所以我最後的結果印出來最後 localx在主程式裡面還是5啊 那這個就是把剛才的那幾個概念整個 把它做一個應用 然後去run出這樣一個結果 這樣懂嗎 懂喔 我們期末考就來玩這個喔 寫一個程式然後你們就去 柯柯 柯還是GG GG了喔 懂不懂啦 懂不懂 這個不難懂嘛對不對 static就是讓它一直存在啊 global就是你一宣告它永遠在哪邊都看得到啊 那你去呼叫這些這些函數讓它去改變了 改變它的數值而已 雖然都叫x 你會覺得可能confused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都叫x 你如果不換一個名稱 他就故意要這樣設計 為什麼 讓你知道這個x跟另外一個x是不一樣的x 雖然他說他都叫識別 這都叫x 但是這個x因為他有記憶體的位置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而且他有不同的形態 所以他其實是佔不一樣的空間啊 所以雖然都叫x 但是其實是不一樣的概念 但是其實是不一樣的概念 OK 好啦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東西還沒講完 好像有點時間不夠了 這個回去你們自己先看一下 其實今天連陣列都還沒講到耶 上到去 光講這個就花多少時間 所以這個代表很重要啊 期末考一定要考的 所以今天我們才花那麼多時間在談這些 那你們接下來自己先回去看一下這個recursive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也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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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回 避回 避回叫recursive 這個回去自己看好了 先看一下我們下禮拜再繼續談這一塊 那回去今天先把這個概念先搞清楚 所以我就搞清楚你們可以自己回去把這個層次打進去 你們不要偷懶 回去把這個層次打完自己去玩看看 然後去try不同的這些設定看看有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不是看完上課看完這邊介紹就算了 你要把上課的例子自己打進去 自己回家 利用回家時間去打進去去玩看看 那recursive我們就下一課再講 好啦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先下課啦 先下課